然后18250 是你一年下来存到的 超少 我每天存这么久 然后就有这样的钱 记得你不只存这些钱 你薪水剩下的钱在哪里 都还没另外算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方法 怎么样可以存到钱又可以出去玩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常看到 零钱存钱法 这个难易度是两颗星 其实零钱存钱法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全部人都可以做得到 也有没有心去做这件事情而已 这个方法是专门给那种没有自律性会忘记 或者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跑银行 或者是说他没有这么多的钱 可以一次可以存到户头里面的人 就是把你到家之后 身上所有的零钱都丢到你家的租工里面 他不可以太小也不可以太大 不可以是透明的 这点要非常记得 这个50剩下的零钱 这个365就是一年365天 然后18250 是你一年下来存到的 超少 我每天存这么久 然后就有这样的钱 记得你不只存这些钱 你薪水剩下的钱在哪里 都还没另外算呢 这只是你零钱所剩下来的而已 如果说我今天就是存了 就是至少90块钱好了 10×365 你一年就多了3 2 8 50元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钱真的太少 对我来讲就是小菜一叠的话 你花的钱只花钞票 不花零钱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拿100块出来找20块 可是这20块我就留到我的钱包袋里面 不会再拿出来了 我晚上的时候可能去吃牛排 130块钱 我拿200块出来 你记住都只是花钞票 你拿200块出来 130块是不是找70块回来 那你中午吃饭的钱 再加上你晚上吃饭的钱的零钱 一定超过这个钱 一定超过这个90块钱的 所以你每个月存的 你每个礼拜存的 你每天存的 你每天存的钱 一定远远比这个多很多 第二个是二手市集纯钱法 这个我给他三颗星 这个方法我推荐给 能够断舍离 非常有耐性的男生跟女生们 第一个就是 增加你的收入 增加你的收入就是 你可以把你家里 你觉得你多买的 买错的 用不到的 甚至是全新的商品搬到二手市集去 然后去做拍卖 那你是不是可以增加你的收入 再来就是你可以节省掉 你不必要的开销 还有不必要的花费 因为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这样搬过去好累喔 那你自己之后在买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多加思考 综合以上的考量 所以我觉得二手市集 对女生或对男生这种 不太会存钱或不太会去理财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但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时间还有耐性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 TOP 1 也就是最难最难 五颗星的存钱法 叫做固定存钱法 这个存钱法其实是废话 你一定会想说 说我每个月一定都有存钱 这还需要你说嘛 两三百块四五百块这种存钱法 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的钱的存法 并不是说我花了多少钱 我这个月剩下两三千块 或是一千五 一千八奖存这样子 而是你必须在你领到薪水的第一天 就把钱存到不易取出来的地方 你的钱要存在没有提款卡 没有金融卡的户头里面 那其实这个对某些人来讲 会有一点吃紧或是不方便 因为现在大家的提款卡 是一件非常方便 但就是因为太方便了 所以存钱可能会存不住 或是诱惑太高 所以如果说你像你存这么大饼 这种TOP 1的这种金额的话 我会建议你存在一个 不容易取出的户头 你方便存进去 但不方便取出 你的钱就会一直被锁在里面 等到你要出去玩的时候 那时候一次领出来就会太爽了 存钱也有公式 我觉得如果 譬如说你今天的薪水是三万块 你必须要取出十分之一的薪水 也就是三千块钱 然后你每个月固定去存 你看三千块去乘以十二 你一年就可以存到三万六千元 那这个三万六千元呢 你要去买机票 你要去旅游 你要去shopping都可以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存满一年以上 刚开始你出国的设定目标 并不要太远或是太高 比如说三万六千元 你可能先去个香港玩 三万六千块钱玩四天三夜 香港是够的 那如果说剩下的钱呢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领出来了 就继续存着 那你要每个月固定存三千 三千三千 那里面的钱一定永远 比你去年存的钱还要多 因为你之前没有花的钱还在里面 那你每一年订的旅游目标 就会越来越高 可能今年香港 再来就是日本 然后你可能再来就去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再来就去巴黎岛 再来就是美国 然后再来就是加拿大 就是传的开心然后无压力